2月8号 历史两天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在梵蒂冈落下帷幕 中国代表的倡议得到了与会各方欢迎 来自联合国 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 以及全球多国器官移植协会主席等参加了会议 受举办方邀请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杰夫 向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经验 黄杰夫在峰会上倡议 成立由世界卫生组织监头 对成员国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 协调各国间器官移植监管数据的合作 协助成员国提高打击器官买卖的执法效率 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高级别器官移植会议上 发出中国声音并参与规则制定 提案得到与会人士及国际组织官员的赞许 封会期间 针对个别参会人员散布的 活摘法轮功人员器官的谣言 中方代表用事实和数据予以严厉驳斥 许多议会人士也对谣言予以谴责